我們看這裏 題目是John & Peter 他們兩個是Cycling 他們會由Tone A 去到Tone B 之後他們兩個城鎮 相距是20公里 即是他們整個過程就走了20公里 我們已經知道Join是4Km 比Peter 這裏帶出來的意思是Join是快點 Peter是慢點 兩個相差是4公里 我們知道Peter所需的時間 是比Join要多50分鐘 因為Peter是慢了 所以他需要時間長一點 我們要找他各自的速度是多少 從這裏來說 我們首先要切掉Peter 他的速度是xKm 接著呢 接著呢 Adjoint就是x加4Km 因為他說Adjoint比他快 所以我們會加 這裏 接著呢 我們就知道了 他的公式就是距離 除回我們那個速度 就是等於時間的 所以這裏 所以我們在這裏 就要找回他們兩者 所用的時間 究竟多少呢 距離就沒有變的了 這個有說 Peter用的時間 是會長一點的 所以我們就20 除x 就是Peter所需的時間 就選擇 Adjoint他需要的時間 就會是等於 他們 相差的50分鐘 因為呢 我們這裏 其實就會是 用小時去計的 所以我們50 就要除60 就計算了 究竟有多少個小時 對啦 那這一步呢 就會是比較重要一點的 因為大家要留意 這邊是分鐘 而上面呢 這一些呢 是時間 是小時來的 那我們跟著這裏 拉入通份母 20 x加4 減20個x 除回x乘x加4 那這邊呢 就5除6 那我們就靠差雙成 和爆散它 同時 那我們呢 就會在這邊的六成 20x加10 就減20x 這邊呢 就是5個x的二次方 再加20個x來的 那這裏 兩個是1加1減 所以這邊呢 我們會有480 等於5個x 2次加20 x 然後呢 我們先放好它 先 那再除了5 那我們得出來呢 x2次加4x 減96 等於0 那我們又按機 那按機 那按機呢 得出來的結果 x等於8 或者呢 x等於-12 那負數我們不會要 所以我們要reject它 寫它 所以我們就會找到 其實我們去最後 Peter 他的速度 就是8kmh 而Join呢 是給他快4kmh 所以Join呢 就是12kmh FB H1 更像 2 申請